中機騎士停在中線車道等紅燈 不過橫綠燈才剛有紅轉綠 後方的轎車就按了一聲喇叭 原本騎步的中機騎士疑似被嚇到了 停下來往後看 騎士停下來大約5秒鐘 才繼續往前騎 不過就是這一個舉動 讓騎士吃上一張18000元的罰單 經過一個月 就罰單就來了 兩張罰單 一張是0元 他沒有標示多少錢 可是那一張是吊扣駕照6個月 另外一張是18000元 黃先生的語氣中滿是無奈 他今年4月份在台中大理 德方路三段跟爽文路口 因為等紅綠燈被後車8才停下來 事後遭檢舉危險駕駛 他不慢猜決申訴也遭退回 花條是死的 人是活的 我不是敘意 也不是故意 要這樣停下來 當下我停下來 我以為是左右 還是前後有發生什麼重大事故 人家逼我 警示我 叫我不能前進嘛 結果我停下來 看一看沒有啊 當下也是嚇到嘛 黃先生說他確實有停下來 不過是對方先按喇叭 他也並非刻意作然減速 再加上這個罰則是罰6000到36000 他認為明明並非故意 卻被開罰18000不符合比例原則 開罰18000我覺得也相對有點過分一點 我認為說今天沒有發生很嚴重的交通事故的話 是沒有必要這樣 對 後方有點在挑釁前面重擊歧視的感覺 實際詢問負責承辦申訴案件的南投監理所 他們查看法官的判決認為不符合突發狀況揍停 所以才會駁回申訴 也告訴黃先生如果對判決有疑義 20天之內可以二次上訴 TVBS新聞神秘軍理蔡英台莊長長報導